中秋节前夕县长徐正伟在11号特别前往了陆军花防部空军校准部来烙军致意 感谢在风灾期间协助县民们进行灾后复原工作的国军 也感谢他们尽心尽力保家卫国 共同努力打造祥和安定的居家环境 中秋节即将到来 县长徐正伟10号下午在县福民生处长明良的平常之下 以县内社团工商界代表等一星人前往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 空军校准训练及准则发展指挥部 绕军致意国军人进行建立保家卫国 无论是在第一线前线的国军弟兄或者是后勤 这都是相辅相成的 那另外我也要再次谢谢我们在第一线 因为我们每次在我们栽访的时候 都是看到第一线的第一线的弟兄 都第一个要先做前面的部署 然后之后要整备要派人 所以我要谢谢花房部 还有谢谢后子部 然后还有谢谢国军弟兄 这个十三乡镇的派员部署 然后以及实际上去协助我们的乡亲 无论是回复家园或者是环境 或者是把很多警局需要移除的 实际上去来移除 谢谢 这次感谢国军弟兄们在风载期间 能尽忠职守共同来守护每一类家园 让花林幸福能够午后顾之忧 安定地执行其他在后婚姻的工作 记得欢迎欢迎收到